华盛顿邮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这是一篇来自密西根州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上面说 物思林开始跟基督徒要来合作了 开始要来一起打击LGBTQ的议程了 你如果看这个报道的内容的话 他都是在说这个是基督徒开启的活动 然后可怜的穆斯林被骗了 被这些可恶的基督徒骗出来 反对LGBTQ这些这么好的人 这其实还蛮难相信的 因为很少可以看到基督徒有什么作为 基督徒大部分就是只有一个牧师出来讲 然后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旁边就是 我们祷告就好不用参与在里面 然后我们是对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以下这个影片 绝对可以看出来 这基本上是一个穆斯林在主导一切的活动 他们想要把这个 Deerborn学区的校董会的人开除 因为他们这些校董会的人 想要放一堆变性人同性恋的东西 在教科书里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抗议的影片 VOTE THE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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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VOTE THEM OUT 投票把他们踢出去 我知道我不应该以貌取人 但是那个影片里看起来 好像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的样子 那这也很难说 因为看起来像基督徒并不是一个 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也会看到我 也不会觉得说 Ethan他应该就是个基督徒的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 华盛顿邮报就是要把这样的框架 放成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在美国 特别是左派那边 穆斯林不可以是坏人 穆斯林永远都一定要是被压破 很可怜 永远都是基督徒欺负的一群人 而基督徒就一定是坏人 白人一定是坏人 异性恋一定是坏人 男人一定是坏人 那你在这边看到也是同样的说法 就是可恶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 使用宗教仇恨的方式来攻击 LGBTQ的多元以及开放的议程 这次还无耻的利用了穆斯林 但很明显的其实不是 很明显就是这些穆斯林的父母认为说 你们学校不可以在这个样子了 不可以再继续这个样子了 不要跟我的女儿说 其实他们可能是男生 也不要跟我的儿子说 其实他们有可能是女生 不要在这边闹的 这是我的小孩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那在这边我来声明 我100%支持这些去抗议的父母 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最正确的事情 而且也是身为父母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小孩 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 这些父母在做的事情 我完全支持 那这个新闻最有趣的地方 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联盟 接下来这样子的联盟会越来越多 而且是在一个政治版图上面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在2000年911之后 基本上在美国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基督徒跟穆斯林 在政治层面有任何的合作 那时候伊斯兰教的激进主义 是很可怕的 而且做了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正在对伊斯兰这些激进的 恐怖分子开战 所以我们不太会看到这样子的联盟 同时 基督教也在丑化穆斯林 但是现在2022年 对我们国家的攻击 已经不是从盖达组织来了 或是伊斯兰国 宾拉登 这些人不是被杀光了 就是快被杀光了 现在我们的敌人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就是威胁我们核心家庭 污染我们的小孩 杀死我们小孩这些邪恶政权 就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了 大家可以在下面回答 你现在比较害怕 ISIS再度在中东崛起 还是你比较害怕 你女儿学校请来的变装皇后 图书馆里面的这些变态书籍 因为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敌人 不是激进派的穆斯林 而是激进的左派 是Antifa BOM CRT 性教育这些东西 所以接下来这样的联盟会有越来越多 有信仰的保守派的基督徒 穆斯林 犹太人 或者就只是普通人 甚至他不太确定自己的信仰那种 但是他觉得说保守派的理念是正确的 at least it makes sense 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对的 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威胁着我们社会最基本的架构 他们想要摧毁整个思想信仰传统跟美德 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保守派 将不只包括基督徒而已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要坚决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政治联盟是什么 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要跟他们说耶稣爱他们 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被动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